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fx是這個函數 abcd都是時數 當你x趨近無窮大的話 這個函數趨近2 當他趨近3的話 x趨近3的話 fx趨近4 那麼他問abcd是多少 首先我們來看 當x趨近無窮大的話 底下的話 他趨近多少 這出來的話是平方 這趨近是x平方 他的數量級是x平方 但是這裡有x三次方 所以a如果不等於0的話 這會趨近無窮大 所以abc等於0 那a等於0以後 我們就把x抽出來 就上下除以x平方 也就是說 limit x趨近無窮大 我現在的話 a等於0 現在我上下除以x平方 那這個就變成多少 這是變成 上下除以x平方 這是1加多少 x平方分之7 啊 除以x平方分之7 那除以x平方分之7 那如果x的話 x平方分之1 進去以後 變成x平方分之1 這裡就變成1 這裡就變成1 這裡變成x平方分之7 這又多少 這除以x平方分之7 這除以x平方分之4 變成x平方分之4 這變成v B 加上多少呢? X分之C 加上 S分之D 這個多少呢? 大X是趨近無窮大的話 這趨近1,這趨近0 B,所以是B 那這B的話,它說等於多少?等於2 所以我現在就曉得 A等於0 B的話也等於2 A等於0,B等於2 再來我們看看C跟D 那我就把0跟B 給帶進來 所以現在RX 是等於多少呢? 4等於這個是X 根號 X平方 加7 -4X 上面的話 這B是2 2X平方 2X 再加CX 加D 現在呢 我如果給他趨近3的話 這個夫母就變成0 變成不定數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我給他有理化 我把那個夫母 把他給有理化 我把他趨近3 X 根號 X平方 加7 再加4X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分明到 X 根號 多少呢? X平方 加7 再加4X 現在的話 底下 因為我們曉得說 當你X 趨近3的時候 底下等於0 代表呢 這個把它乘出來的話 一定 他一定會有X-3的因子 那這個X-3的因子的話 你要讓他趨近一個固定值的話 這上面也一定要有X-3的因子 這裡沒有 所以這個一定要被X-3 整除 所以現在的話 這個的話 變成是 這個平方 減這個平方 這X平方 這X平方加7 減掉 16X平方 那上面的話 這是 2X平方 加4X 加上D 那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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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平方 加7 加4X 好 這我把它整理一下 這整理一下 這整理一下就知道 分證是那個 X 4之方 減掉 7X平方 再減掉 16 那就等於多少 16加7 這多少呢 3 23 嗯 變成23 我們看 變成S平方 S四方 我把它減掉 這是 A平方 減B平方 我們看 我們看 16X平方 哦 沒有 這是加 這是加 所以的話 應該是 16-7 16-7 就是 9 也就是說 X四方 減掉了 9X平方 這個 這個 是等於 X平方 X 減3 X 加3 所以的話 這底下的話 變成 變成 X平方 X 減3 X加3 減3 外門小的 他說 當你呢 X趨近於3的時候 這趨近於0 這個也一樣 這個 這個不會趨近於0 因為當你趨近於3的時候 這個都正做 這個不會趨近於0 所以這一定要趨近於0 因為趨近於0的話 這上面 才會有X-3 可以約掉 那約掉以後 它才會是固定的值 不然的話 這個如果不趨近領領的話,就變得無窮大 C加6,加多少呢?三倍的C加6 這一定要等於0 也就是說,我就得到一個關係式 3C加上多少呢?加上D加上18等於0 一個關係式 好,那這樣子的話,他的傷是這個 所以我把X-3唯掉以後就變得到 X乘以X加3 除以X-3以後就變得到 2X加上多少呢?C加6 那乘以多少? 乘以0x 跟到 x 比方 加 7 加 4x 當 x 趨近 13 的話,這個都不會趨近 所以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是 limit x 趨近 13 x 等於多少? 我這全部給他帶 3 9 這是 9 乘以多少? 6 這代 3 6 加 6 12 加 7 那乘以多少? 這代 3 9 加 7 是 16 這開幹要變 4 4 3 12 那加多少? 3 4 3 12 那可以約分 6 6 12 12 好,所以變成這個 這個是等於 4 所以就得到什麼? 得到 這也是 4 約分 1 所以 9 分 12 加 7 等於 1 所以c 是等於 4 3 c 等於 4 3 c 等於 4 3 c 等於 4 3 代進來 d 的話,這多少? 就是 4 3 這樣是 4 9 18 減 9 就是 9 9 一過去的話是 4 9 所以這樣就算出來了 所以c 的話是 4 3 d 的話是 4 9 d 的話是 4 9 它是 5 9 Oh 這個又答案 我們在右手食べ 小便 2 2